企鹅是隔离起来 生活在一个Fish School 学习钓鱼游泳的学校里面 以便能够尽快地融入成年企鹅的生活 动物园方面表示呢 他们的麦哲伦企鹅呢 是圆内体型最大 以及培育最成功的企鹅 好 又到了凤凰气象战时间 那么马上请来今天的战长 陈子 陈子姐你好 三文你好 我们看到这个莫拉克 给这个南台湾带来相当大的重创 能不能说一下那边的天气情况 好的 三文 明天台湾呢 还是会有几次阵雨 但之后几天的天气啊 将会以多云为主 但愿这个搜救工作 能够进行的顺利一些 好 其他天气情况 让我们进入气象环节 会员凤凰气象战 由会员果汁集团据名播出 每天两杯果汁 享受健康生活 这里是凤凰气象战 随着热带风暴 莫拉克的离去啊 高温天气又一次占领了主导地位 最近几天啊 像新疆 华北 以及黄淮地区呢 都出现了高温逼人的景象 那么预计未来几天呢 以上地区都会出现 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其中新疆的南疆盆地 以及华北的南部和北部 最高气温都可达37 8度 6月下旬以来啊 内蒙古 吉林和辽宁等地呢 雨水量就很少 让这些地方出现了干旱的现象 那么预计从15号开始 这些地方会出现小到中雨 让旱情有所缓解 另外南方地区 像广西 云南 贵州 湖南 以及浙江和海南等地呢 明天都会有大雨相伴 并且伴有雷雨大风 这样的强对流天气 好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 具体的天气情况 北京天气晴24到34度 哈尔滨也是个晴天 15到29度 长川天气也是晴 17到32度 沈阳天气